等一下! 等一下! 你怎麼會這麼做? 少女儀崩潰 我做了兩天 嗨 大家好 我是明蘇順章 你看他拍的這個企劃 對我來說真的是 極度麻煩又耗時的一個企劃 這一次我要做 流水細麵 哪裡流水? 我等一下會利用這些寶特瓶 做出一個二樓高的長度的 流水細麵台 讓大家吃麵 就這樣 那我們要用到的是這些東西 喔 好多喔 會喝水喔 沒有啦 這都不是我喝的 光地上這些瓶子 就已經收集了兩個月的時間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用這個瓶子 做出流水細麵的軌道 開始! 我們這次準備的有小美工刀 然後跟這種小鋸齒刀 還有膠袋 我要利用 瓶子的部分的話 我會頭尾切開 然後中間鋸掉 這樣他就是一個 一個水稻的樣子 它的那個聲音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用刀子會不會比較方便 喔 用刀子比較順一點 鋸質的話還是會有一點平 用美工刀割的話 是好割順暢沒錯 可是他割出來的形狀 就沒有到很好看耶 先拍一看 這個這個就是割得非常不完美啦 可是我的想法是大概是這樣子啦 把它這樣接出來 它就是一個軌道 一個水道這樣子 好像在做什麼國小的美老作業的感覺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出漫長的切割時間 這邊 現在狀況怎麼樣 我先把它接長 可能還要再接一段 看從二樓下來能落到哪個地方 請問 請問妳在幹嘛 幹嘛 幹什麼 幹什麼 我沒在幹嘛 我在懷疑它會不會漏水耶 可能就是這樣連下來 然後這邊就開始下雨這樣 還是直接就通過這個上面 然後順便幫我們魚菜工程澆水 好俗意耶 它現在超冷 這麼爛的小JJ要怎麼立起來 妳很不硬耶 我的天啊 那妳這樣怎麼一駐晴天 欸我懂了 妳先拿著 我去樓上妳等一下要推上來給我 夠長耶 夠耶 妳直接就把它靠在上面 就好像還需要什麼支架 對對對 就這樣 哈哈哈哈 這個是魚菜共生 好了美麗的我跟大家總結一下 因為現在T歲已經暗了 目前我發現幾個點 就是 因為我這個塑膠皮 它是比較薄的 所以它會很軟 所以它會很軟 剛剛從樓上 往下看它的軌道弧度 到中間下來的地方 它會就曲折 大家看到這個地方 立一個支架 然後我的支架是想說用寶座瓶裝水 讓人力一注上去 大家就可以站在這裡夾麵來吃 那接下來下一part就是立柱子 然後看軌道有沒有順 如果順了就可以開始玩流水麵了 而且我這次的手做過程完全沒有受傷 除了被蚊子釘以外 好 收工 嘿來到我們第二天了 今天我要再持續把我們這個水道加工一下 因為發現說有一個新的方法 就是我們如果再多剪幾個塑膠片 加固幾個地方 它就會變得比較牢固一點 然後甚至我們可以不用做出支架 那現在呢我們就要來繼續切割我們的寶特皮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移到二樓去 好曲折喔 對啊 那怎麼辦 我覺得我先附近放水一下 讓它會長成這樣 哪裡行啊 第一人車視角 喔有有有水有水有水了 等一下等一下 就是那邊有水出去嗎 超級瀑布的 然後恭喜你做了一個瀑布 哇這個瀑布看起來很棒耶 為什麼會不會做瀑布啊 這邊完全沒有水 對啊 你水沒流過去啊 魚菜漏水 魚菜漏水 知道了 你要不要直接把水管延伸到這裡 我接下來想要寶特皮去樓去尾開洞 弄成一個管子就好了 你們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 可行距離比較高吧 我覺得原本就是該長這樣 我不應該跑一半對不對 對 因為把自己搞得很累 好 重來 重好 不知道在忙什麼的少女 我們來期待第三天 喔我還有第三天 等一下先繼續做第二版的 那我們拆完先吃個下午茶 太消極了吧你這個傢伙 我很實在耶 今天這個女生的勞動感已經夠了 你要想她跑上去又跑下來 她又要再拆 我覺得她很容易就斷掉了 因為她的黏著點是那個膠而已 她黏在平面上 所以你只要一折她 她就會被你折斷 喔我事實上要直接去買那個流水面雞啊 我直接去買流水面雞好了 你敢動嗎 我不敢動 刺膠怎麼那麼脆弱啦 唉唷 我先講了 我這一版要再做錯 我那個2600就滑下去 我們就圍著那裡這樣吃好了 我就說你這個根本承受不住啊 你還要再有水的壓力耶 嗯 你不要裝可愛這沒用 你給我做出三點 你給我做出三點 你借我插棒 我們剛剛看一台流水機面要2600 我們集資一下 而且等一下我發現她不只斷一節耶 你剛剛這個 唉唷 少女一崩潰 我做了兩天 哇 哈哈 rimination 你看那個三樓剪剪下來的流水機 我們不可以這樣 我已經跟你說了 你剛剛拆掉我們就是先吃下午這樣 然後第三點就還想辦法 來 明天進去啊 明天轉一趟 好 繼續努力 3.0版本 然後下一趟就是那一台機器出現 我覺得很棒 3.0版本 我們一開始做第一版跟第二版結合在一起 讓它那個硬度再稍微升級一點 那現在放上去試試看 我們來期待第三天 我還有第三天 然後這一次的我們要做 4.0版本的流水面台 然後我們的寶特餅現在是這一代 我這次做的4.0版本是 我想要把寶特餅全部頭尾都切掉 切成一個罐子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在吃地方的時候 再把它弄成一半片片的模式 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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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成功 好的 人力柱 人力柱那邊 所以我要站這邊扶著 你才是名人 哈哈哈哈 你要問老闆要不要吃你下面啊 有啊 老闆肯定會吃我下面的 而且還會出水很濕喔 我絕對不會成為第一個吃的 哈哈哈哈 剛剛是有測試過不會漏水 那我現在有點怕 來 我要來囉 好爛喔 好爛喔 吹它好 好爛喔 這個等一下的水也太大了吧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給我關掉 到底出太多水了 好來 來了來了來了 這裡有一個很慢的麵來了 你可以把它撿起來 它停止 好爛喔 好爛喔 它那麼慢也沒夾到 我們今天本店有特色菜喔 而且重點是它這個還要先過這邊的水 更快的 欸 來一個大的囉 來 來 一米 老闆啊 趕快再來一坨麵嘛 好來了來了 這是麵線還是麵啦 這是平安麵線 超緩慢 請問要蛋嗎 不要 我有蛋 日本人吃法是這樣是不是 喔 是我肚子餓了嗎 很好吃是不是 感覺是醬油還可以啊 我真的蠻鹹的耶 我真的蠻鹹的耶 可以耶 接棒 老子已經要被你死掉了 幹 老闆娘啦 可以 麻煩以後醬也稍微調一下嗎 這超鹹 真的有點鹹啊 感覺是醬油還可以啊 好 我試一下老闆娘特製的溫泉蛋 那個很棒喔 全年一盒45塊 不是溫泉蛋 它是一顆水子蛋 下次可以給溫泉蛋嗎 根本沒有看到 不小心 馬上 你看 先是 燒 人 你 是